明朝最冤兵部尚书 大义是说,张经有功,不但被货封赏,反而被冤杀,那些陷害他的奸贼,真是死有余辜 张经,福建福州人,小时候殷家贫,与母亲蔡氏回到外公家,改姓蔡,长大后尽时体力,才恢复原姓 张经是公元1517年正德12年中的晋氏,出任浙江嘉行之界,一当就是八年 八年后的嘉靖四年,张经才得以升职,奉调入京,从立科给氏中,一路升到太仆四卿,又赴都御史,携伴都查愿氏 张经身材魁梧,相貌堂堂,仿佛为了配合这处相貌,他为人刚职,为权贵,别人不敢碰的他敢碰,别人不敢弄的他敢弄 第一个领教他刚职的,是兵部尚书金献民,这个堂堂兵部尚书,竟然接受宁夏总兵 在贿赂,张经领头,与同事们一同谈合,金献民只得告病此时,同样遭张经谈